好用多少缴多少 那如何来省瓦斯费 其实家庭主妇都知道 像是用电锅焖烧锅等等都能够省很多 但是其实口感也是有差的 像是以红豆汤来讲 电锅煮的话吃起来是比较松软口感 那如果你想要吃是一颗一颗的红豆嚼劲 就得用瓦斯炉 但是要如何兼顾口感还能够省钱 我们实测了三种煮法 就发现呢先把红豆泡水 或是煮的过程加了锅盖 这么一来瓦斯费都能剩一半 开火煮红豆 但到底要怎么煮才能兼顾口感 还有瓦斯费用 电锅煮的红豆吃的是松软口感 但如果你是喜欢吃一颗一颗的口感 就得靠瓦斯炉才能煮得出来 但到底要怎么操作才能又省钱又方便呢 网络上经验谈瓦斯炉煮红豆汤的这三招 煮法一红豆加水煮30分钟 烤大火高温快熟 但煮30分钟耗时又浪费瓦斯 煮法二先泡10分钟软化豆种 煮15分钟就可以 第三种煮法同样15分钟 但多了锅盖拆三次作业 闷的方式它是 里面的红豆会比较绵 比较密 对 瓦斯也会比较省 大火煮30分钟 瓦斯费大约是10块钱 先泡过的还有盖锅煮的 时间一半瓦斯费5块钱 成本就有差 三种煮法都已经陆续完成 现在我们装完之后 立刻来请民众试试看看它的口感 到底如何 大火煮的比较松 泡过水的硬一点 闷过比较绵密 民众的嘴吃出口感没有差太多 但光煮红豆汤 用的瓦斯成本就不一样 就像煮菜有人用瓦斯炉 却也有人为了省钱 改用电锅一样 煮法不同完成的料理 多少也有差 就看你以口感为先 还是成本为第一考量 中天新闻六日陈广瑞台中报道